花蓮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 小货车停放在中央路市段没有锁门 车内的香烟和新台币200块钱就不见了 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后 发现是一名高姓的冠妾所为 而且他不只偷了小货车 隔天又拿走民众放在机车前置物箱的钱包 得手3000块 男子走在路上东张西望 看到路边停放一辆货车就凑上前打开车门 在驾驶座旁边偷偷摸摸的 像是在找些什么 因为他其实是一名贯切 花蓮分局日前接获报案 民众说12号中午 他将小货车停放在花蓮市中央路上 但是他放在车上的两包香烟 以及新台币200元都被偷了 远警调阅相关监视器后发现 13号中午的时候 这名男子也出现在中山路上 并窃取了机车置物处内的钱包 远警一眼就认出 这个人就是44岁的高姓冠切 不好意思 我们祖庚的 找你了 怕 肖章在花蓮市区连续犯下窃案 警方到他常出没的网咖 将高姓冠切逮捕 锁定判的身份后呢 警方寻现在市区的一间网咖内 弃货这个嫌犯 道案说明 高姓冠切看到远警出现 也知道做坏事被抓包了 于是乖乖坦承 这些都是他做的 请问一切到最嫌寒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记者帐文宣许 疫情欢迎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